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任佳伦如今已经是圈内知名度和流量都很高的艺人 在近期投票时,他还成功和肖战、王一博、蔡徐坤三人进入了四大顶流行列 虽然这个榜单只是某平台投票出来,权威性不大 但是也足以见得,他的流量和知名度是被认可的 他手里目前是没有新的作品的 《烈焰之五更记》也在前部就刚刚杀青了 现在他处于休假期间,也属于看剧本的时间 以他以往的风格来看,基本上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重新开启新的篇章 毕竟,他这几年的工作状态便是如此 一部剧杀青,新的影视剧马上就会跟上来 网上关于他新剧的爆料还是挺多的 不过最可信的新剧就是这一部《流水条条》 这部剧在他拍摄《烈焰之五更记》期间就已经在接触他 他是来自鹅厂的一部S级别的作品 又是一部古偶剧,讲述的是女主初出茅庐 遇到了人生中两位都非常优秀的男人 一位沉迷权利,一位身负仇恨 任佳伦出演男主,从颜值这一块来说 那是不需要担心的,毕竟他的古装扮相非常耐叹 当初就是凭借路易这个角色走红 后续他的古装剧也是一部接住一部,基本上效果都不错 至于演技,他走的就是实力派演员的路线 所以这一块也无需担心 毕竟从以往的角色来看 他在古装剧这一块表现一直可圈可点 女主是三字流量花里兰迪 他成名也是挺早的 很早之前就凭借一部你好 旧时光打开了知名度 如今他和张星成还传出了绯闻 目前双方的关系还没有官宣 他在今年也播出了一部热门作品 就是和陈兴旭合作的电视剧星《洛宁成堂》 这部剧是今年古装剧市场里面的热播剧 数据不错 男二是一大亮点 他由徐正希扮演 不得不说自从泰式一脚出圈以后 他的人妻和路人员就上来了 如今他已经出演了多部男主剧 这次能够和任佳伦一起合作 还是挺让人惊喜的 你们期待任佳伦的流水迢迢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